国民党在高雄市长人选迟迟迟都没有出炉 让蓝营的基层开始感到焦虑 而现在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抛出了震撼弹 他要选了吗 他说如果党有需要身为党员的他就有义务要承担 甚至下午还要拜会国民党的这个高雄市议会党团 那么他还说自己比陈其迈能干很多 而由于杨志良是公卫方面的专家 那么总召童彦珍也有说 公卫老师对决公卫学生应该是很有话题性吧 他也认为说现在人选必须要能够担任母鸡的重要角色 网友怎么看呢 说杨署长有愿意要这个出征 代表说国民党也不是没有人才 另外又有人说他勇气可加值得尊敬 我们来看看最新报道 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啊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人愿意出来为国民党打仗 都是一件好事表示国民党还是有希望的 那我们也知道杨志良署长呢 他是公卫的公卫出身 那么现在的高雄市长他也是公卫 他们两个而且陈其迈曾经还是我们杨志良的学生 我想如果老师PK学生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啊 而且非常的有站立啊我觉得也不是不好 而且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只是说 因为我们希望杨志良他的表态呢 呃应该更早一点啊 那如果现在表态当然也不也不算迟只是说中央已经在我们的上一次的会议当中 我们的杨志良署长下来以后呢 我们有做一个不记名的投票 那现在完全是中央在评估当中 那也呃我相信啊一个高雄市的市长人选现在已经不是说他是否一定能当选 而是说他是不是可以带动我们高雄市的国民党的一个党员 还有支持国民党的人勇于投票 杨志良署长他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 所以如果针对于疫情的防治他应该更加有心得跟经验 所以如果以公卫专长来讲的话 我想杨志良署长他是一个也蛮非常非常优秀的人选 呃学经历背景俱佳 现在国民党的主席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到底要怎么样赶快整合这些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势力 让真正能够出现的这个最强的母鸡 能够带领高雄市迈向一个更好的高雄 好 利用我们将来看到了 现在年底的新北市长悬战 也有可能出现萨卡都的情形吗 因为现在民进党的高层 原本有意要征召内政部长徐国勇 从电视传出他本人可能没有意愿 那么呢 现在因苏点名在地的资深立委罗志正要出战侯友宜哦 我们将来看到的是到底谁会选新北呢 现在是哪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去选新北呢 罗志正有可能吗 那他会表态吗 我们当然也在等着看 只不过现在柯文哲属意的是蔡壁如 那么来看到现在呢 新北市长侯友宜他的这个重量的子弟兵 也有可能要来选吗 不过他其实在前两天有个失言风波 他说了什么 他说要选台北市长的人都会确诊 好 这句话呢 也有网友觉得说 如果是一个这个县市首长长 这句话可能不太得体 而至于呢 这个朱雪恒久说 双北现在不再是过去的铁板一块 以前是派谁都打不赢 现在侯一拳打在自己的脸上 我们持续带您掌握 这个其实小党有小党的困境 因为小党基本上比如说人力物力 还有动员力上面 那目前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台北市 那桃园市已经有候选人的在 就是我们也希望那个新竹市 新北市这个目前大概就没有打算 最好就是能够台北市能够继续执政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我们新北市有很多资深的委员 像是吴炳瑞委员 罗智政委员 都是已经连任好几届 那其实在国会表现很好 那地方的建设 他们也都非常了解 非常支持 更是跟在地的乡亲 有真正的连结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选 我想院长也是选队会的成员 所以当经过选队会充分的讨论之后 院长也会支持选队会的决定 我现在是市长的身份 所以现阶段是有对市政 对黄厉要前面的冲刺 把事情做好的时刻 我们好好做事 好 至于民调方面 我们先来一起看 这是根据正传媒公布的 最新台北市长的民调 好 这有两张图表 分两组 好 这两组谁最不一样 当然就陈时中跟林佳龙 我们先看如果第一组是呈现这个蒋万安 还有黄珊珊跟陈时中三人对决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蒋万安如果是对上陈时中跟黄珊珊 他可以获得31.4%的得票率 那么陈时中只有24.2% 黄珊珊是29% 但是如果陈时中换成林佳龙上去打的话 那么林佳龙是22.3% 比陈时中还要低 但是也是拉低了蒋万安 只有30.7% 反而是黄珊珊可以获得31.1%的支持度 好 像这样子两组对照 我们就可以看到派绿营派谁选 就很重要了 到底会瓜分谁的选票 有人说哇 这样子呢 黄珊珊稳了 还有人说很亚裔 黄珊珊也吸得到蓝绿的票 她都可以 那么来看到的是赖世宝 她怎么说 她说绿营台北市的基本盘大概是三成六到四成 剩下的四成如果是黄珊珊分的话 黄只要拿到两成二 那么蒋万安就会落选 我们来看到那个关于上这样子的指挥官 他是不是跌落神坛了呢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的声望声量都很高 但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防疫的表现 民众怎么看呢 满意的48.5% 不满意的47.9% 几乎呈现55波 走在路上如果你问10个人 可能会5个人满意 5个人不满意 那这是现在的一个防疫的表现 那么绿营的高层又有说 陈时中的支持度 中间选民的确逐渐在流失 那么绿营的高层也有说 非陈时中参选不可的考量 也逐渐在消退当中 过去呢 他是第一人选 但现在还是吗 我们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那么未来有可能会支持林佳龙吗 总统蔡英文 他什么时候才要表态呢 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 什么时候才要表态呢 也是引发联想了 那么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 根据像这样子的网络民调来看 陈时中的确已经跌落神坛 在桑卡都的情况下 他的支持度呢 的确是落后蒋万安 也落后黄珊珊 但如果改派林佳龙出来 那么黄珊珊反而有机会获胜 柯文哲就是力挺黄珊珊到底 而且在他心目中的评价超级高 你觉得黄珊珊副市长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没有 他 我有的优点他有 我的缺点他没有 蒋万安立委 你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 坦白讲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熟 坦白讲你不知道 就长得帅帅的这样而已 他在立法院从来不敢冲撞 政治要有立场 蒋万安帅帅的 但是没有立场 那另外两位黄珊珊 可能的假想敌 陈时中跟林佳龙呢 EQ实在是超高 真厉害 那林佳龙部长呢 民进党也会挡他 不让他选 所以你觉得他有优点吗 刚好那个年龄刚好 那个年龄刚好 只是柯文哲口中 几乎集所有优点 与一生的黄珊珊 到底会披上什么颜色的战袍 一路传出民众党内 有不同声音 竟然还要用民调来决定 蔡壁炉说要做民调 没有啦 我跟你说 很多东西 做活在世界上 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要用民调来解决 因为根据正传媒 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绿营派出陈时中 蒋万安能获得 百分之三十一点四的支持度 效应黄珊珊的两成九 如果绿营换成林家龙 黄珊珊还能以百分之三十一点一 胜过蒋万安的百分之三十点七 现在台北市的险情 其实蒋万安还是民调最高 那民调的策略非常简单 就是拉黄珊珊来 因为黄珊珊的票 跟蓝营是接近的 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 他努力去拉抬黄珊珊 让黄珊珊拿的票 就是蒋万安少拿的票 所以民进党重视在 整个选举里面 他排第二 但是他仍然有很大可能可以选赢 这差距其实都在误查范围内 显示年底这场台北市场选战 已经呈现三角都的局面 而根据香港媒体中评社的评论指出 目前黄珊珊已经站稳的两成支持度 明显威胁到蒋万安 更可能在年底重演2018年的气宝效应 气宝效应成了年底这场选战观察的重点 蒋万安跟黄珊珊部分票源重叠 两个人现在都得利评证据好感度 就怕自己成为背弃的那一个 在台北中文报道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